老实说,忽然,这个休萨期,除了引进联盟第一人勒布朗詹姆斯,到洛杉磯球迷感到兴奋不止开手教学,其余的运作实在一般,甚至有些糟糕。 说,麦基,正常状态的麦基的确在场上充满了能量,工房两端都能带来积极的作用,但问题是,大麦基经常会出现五大总之类的低级失误,就拿今年总决赛来说,人本篮下有一个绝好的得分机会,结果麦基居然空栏没有扣进,连勇士队友都忍不住露出笑容,实地实地分森,同样是五大旧场课。 当活宝一个,在加盟胡人后,隔三差不多能看到他发布跳舞视频,以过往的经历来看,球迷甚至怀疑,实地可能也会像JR一样,在场上帮詹姆斯倒忙,朗多的能力无需质疑,上赛季骑虎打入西部半决赛,朗多鞠躬至伟,问题在于,朗多有过和主教练产生兵制的案例,也曾被外界看作是独留。 所以胡人主帅沃顿能和朗多打成一片吗?而就在今天,胡人又牵下了比斯利。 比斯利拥有历史级别的天赋,尤其进攻水平,当年和杜兰特也是互报的存在。 此前,也有消息报道,比斯利在热祸时期,经常在一队一中击败詹姆斯,上赛季在伊克斯。 比斯利也能时不时打出爆炸表现,可是因为性格原因,比斯利也被看作是刺头,当年还因为无球可打前往CBA淘金。 这下可好了,胡人一下弄来了四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球员,魔术师这是存心考验詹姆斯的,哇,有媒体也就此写道看上去。 胡人是想要考验詹姆斯天赋和耐心的极限程度,好在这次明星人的薪水都不高,并没有占用太多薪资空间。 而且细心的球迷可以发现,胡人都是给的一年短刃的,卖记一年240万,是蒂芬森一年450万,比斯利一年350万,朗多一年900万。 说白了,新赛季胡人基本没有争冠希望,谁能挑战拥有五巨头的勇士,紫金军团把目标放在了明年休暂期。 见识,套姓斯不可能在一530万的年薪资约勇士,汤普森,格林,杜兰特三人其中之一,也很有可能因为工资贸的原因离开金州。 这样一来,倘若名下能牵下伦纳德,胡人就有一定的机会去冲击总冠军了。 虽然胡人新赛季大概率无缘总冠军,但大多数球迷却十分期待新赛季能快点到来。 不为什么,能同时看到比斯利,士蒂芬森,朗多,麦基同队打球,也可能是千年等一回啊。 而且别忘了,詹姆斯,球哥场下也是大火宝,新赛季的胡人不会缺乏看点。 奥米尔表示,下赛季会密切关注胡人的比赛,五大总素材源源不断。 那我们下降,马来点出,要想什么东西? 别乱在这就是一个 Ainton,就是个小米尔和大门。